那么这也是我们第二天对吧 第二天总结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重点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分类算法当中 对吧 这些分类算法 其实还没有讲吧 明年还有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一个是数据集的划分 我们从前往后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讲什么 讲的这个转换器和估计器吧 转换器和估计器 这个估计器 好那接下来就一些分类算法了 这个等一下再说 那分类算法 那数据集的划分 我们一般把数据集划分成什么 哎训练集和测试集 注意了这里不要跟那个验证集搞混呢 这是一般是你要预测结果 是不是要来个测试集啊 好 那么这也是我们划算了两个对吧 虚拟集和测试集 那这是我们数据划分 那么转换器 首先我们来看转换器 转换器是什么 是不是针对于你的这个特征工程用的这些东西叫转换器吧 那转换器的一个流程是什么 第一个实力化对吧 第二个嘛 直接调用fit transform就行了吧 那么在这里我们讲了fit transform 以及还有什么fit还有什么transform它的一个区别吧 这些我再不去详细的讲讲了啊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之间有哪些区别 对吧 这是转换器 那接下来我们这讲的是估计器 估计器首先它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应该是一些算法 实现了一些算法的API吧 估计器啊 它呢定义就是实现了一类算法的API API 那接着我们来看估计器的整个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流程 第一步直接feed数据是不是就行了 feed的数据注意了 这个数据是什么数据 是什么是训练级吧 诶训练数据 是不是feed的训练数据啊 它也干嘛 诶从中对吧 算法feed的这些数据 从中得出一些概率啊 或者计算这些词啊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决策数 计算一些星期商啊 是不是做这些操作吧 好 那接着我们这就有一个predict predict干嘛呀 预测测试级 注意了是测试级的结果 好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score 直接得出什么 得出准确率 对吧 好 这个是小写啊 这个是小写 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了 我们划分成训练级测试级 应该是什么样形式啊 是不是训练级 有你的特征值和目标值 测试级也有特征值目标值吧 那我们这个地方划分是用哪个api train test干 split 对吧 那这里面划分的是我们的顺序是x干 train s干 test 对吧 我直接写下面了啊 目标值写下面了 y干 train 还有 y干 test 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这是我们转换去以估计器 对吧 估计器的流程非常简单 叫fit 然后呢 你就可以predict的score 好 接着我们就讲到分类的这样的一个算法了 对吧 分类算法 今天我们讲到了有三种 对吧 三种 k近零 k近零 近零算法 那么k近零算法 它重要的一点 是要记住啊 这个距离公式 是不是怎么去求吧 对吧 怎么去求 接着我们要讲一下这个k近零 它的建立一个优缺点 优缺点 我们已经总结了啊 已经总结了 比如说它的优点吧 优点啊 然后呢 这是它的缺点 优点啊 其实也不算是优点 对吧 就是理解简单 对吧 理解简单 一于实现 三 一于实现 那缺点呢 就是因为什么 它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k值的问题 对吧 k值取值 然后还有它的性能问题吧 性能问题 所以就决定了 它不适合用在 不适合用在 大数据集上面吧 用在大量的数据集 大量的数据集 好啊 这里我们还有个分类算法的一个评估依据 要讲一下 分类算法的评估依据是什么 你的目标值 什么怎么样才能进行分类问题啊 是不是目标值是离散型的吧 一定要记住这个啊 你在公司当中对吧 你拿到这个数据 你就要看一下你的目标干什么事情 然后你的目标值是什么样的类型 是不是就决定了用哪些算法啊 好 这是它的一个缺点 对吧 缺点 那么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超三数 它是有个超三数的吧 是不是这个k啊 这个k 注意到这是一个超三数的 我们这个颜色标一下 不是这里标音色的 格式 好 先不标了 那第二个 这是k近零对吧 第二个我们就讲到 朴素贝叶斯算法 直接朴素贝叶斯 那这里面我们要记住的 根据我们的这个例子 记住的两个东西是概率基础 对吧 概率基础 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条件概率 条件概率 概率和联合概率 这个东西简单 你是需要记住的 那么 朴素贝叶斯成立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呀 是问你这个地方应该是条件独立吧 对啊 所以它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 独立 才 能叫朴素贝叶斯 好 那这个地方也说你概率基础用到的这个什么联合概率 条件概率也是一样 你是在条件独立的时候那样去求的 能理解吧 你分别两个概率去求 这个就不说了 那接着我们就讲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就叫做贝叶斯公式 这个贝叶斯公式呢 啊 我不要就大家去背下来 对吧 要按照这个例子去理解了 你理解吧 啊 你要去理解了这个贝叶斯公式 这里我们就把它写了就不写了啊 这个贝叶斯公式啊 它呢 是这样的一个重点 好 那么这个贝叶斯公式那他的前提条成立条件也是一样的条件独立 那么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优缺点对吧 优缺点呢 他的这个其实呢 我们就分为他主要在文本分类 主要在文本分类上去做 在文本分类上应用 然后呢 他这个优点也是说准确率啊 在文本分类来讲呢 他准确率也是比较高的 对吧 准确率准确率啊 比较高 那有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 对吧 理论基础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概率 对吧 概率这样的一个理论基础 好 那么他的这个缺点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啊 他的这个什么条件独立 条件独立 这是一个缺点 然后 是不是根据你的历史数据得出来了吧 对吧 你的历史数据的一个准确性 历史数据的 这个准确性嘛 会影响非常大的啊 这个影响非常大 影响啊 比较大 好 那么这是普苏毕业四这样的算法 对吧 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重点 就是我们的决策数啊 决策数 首先我们讲到这个决策数 讲到这几个信息论方面的这个概念 对吧 当然这个里面理解就行了 不必要去记啊 这个地方写一下 理解 主要是理解 那么信息划 那么信息划 第一个讲到的就是信息划这个东西吧 这个公式啊 最好呢 大家能记住 这个信息划怎么去求的 是不是概率乘以log概率值啊 非常简单吧 就这个公式你记下就行了 好 然后有我们的信息分类啊 这个地方有信息增益这些概念 那么这里面一定要时刻记住一点 信息是和什么不确定性相关的吧 所以我们这里来写一下 信息是和或者说信息的三的大小吧 三的大小变化 变化是和什么 我们的不确定性对吧 不确定性相关的 当你不确定性越大 是不是信息上越大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讲到这个信息论 对吧 这里面的信息增益啊 它的这个就是分类依据的 就决策数分类依据是什么呢 有三种 一种是信息增益 这个是你去掌握的啊 这个是掌握的 没必要说记住这个公式 还是也我强调啊 就一直在强调这个公式 没必要去记的啊 还有这个地方的信息增益比对吧 这是其他的一些 你知道就行了 这个你因为我没有带大家去计算 对吧 但是原理其实是一样的啊 基尼系数 那这个是我们的塞克论呢 塞克论默认的啊 塞克论默认啊 默认就使用这个 因为它的效果呢 的确是要好啊 好 这是分类依据 那么接下来对吧 我们要总结一下这个决策则数呢 它的一个优缺点 决策数 呃 比如说优点 优点其实也是一样 准确率比较高 在很多啊 准确率都比较高 还有一个优点就是什么呢 适用于各种数据 适用于 适用于各种数据 它对数据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对吧 各种数据 没有什么要求的 好 那么这是这个 使用于各种数据 对吧 接下来啊 就是它的一个 缺点 还有一个吧 还有一个就是可解释形象 可解释形象什么意思啊 是为了它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分类的依据 你哪个特征重要 哪个特征不重要 是不是可以得出来啊 这个地方 第二个缺点 缺点就是一个过你和 容易过你和 这是整理你数据来说的 对吧 容易过你和 就是因为这个数什么 哎 数建立的太深了 对吧 数的建立太大 建立太深或者太大 好 那么这就是决策数 对吧 那我们说这个决策数 一般你前面要不要进行一些处理啊 不用进行处理 那我们还来测一下 KG您算吗 你在应用这个时候要进行干嘛 标准化 对吧 要数据的处理 这是必须的啊 就是说你数据有一些什么 如果你数据有缺制值 肯定是要去处理吧 对吧 你不管是普通BS还是决策数 缺制值是不是都要处理啊 但是 这里面的对吧 这个特征工程标准化 是必须得进行处理的 那理解吧 KG您是必须得标准化的 那普通BS呢 你也是一样的 那有一个什么 是必须得进行文本特征出去吧 对吧 要必须 也是数据的处理啊 数据的处理方面 一个是特征抽取吧 还是说文本的特征抽取 那么这个地方 角色数 它就没有了 刚才我们做字典特征抽取啊 是因为那个数据 就是那样嘛 如果数据不是有这样的类别的 所以你就不用做特征抽取了吧 啊 所以但是这个地方是必须得做的 然后这个也是必须得做的 它呢 没什么要求啊 你数据什么要格式 哎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处理好了就行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这几个算法 还有最后一种叫随机森林 随机森林 它呢 就是什么 是一种什么 一种集成学习方法吧 学习方法 那么这也知道 什么是集成学习方法 是多个分类器组成的吧 多个同样的啊 这也是同样的分类器组成的 组成 那这个地方 我们随机森林 是不是就多个决策数吧 多个决策数组成 那么它组成的这些那个过程 或者说建立过程 这个地方我就不写了 不想去写了 今天过程有第一步 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 这个地方你自己回去补 好 那接下来就随机森林的一个优势点 它就是优点对吧 优点 就是优点对吧 直接说了准确率高对吧 准确率高 不过你和对吧 不会过你和 这个过你和明天会解释的啊 然后还有这个 比如说这个对大数据 是不是很适用吗 对大数据解 适用 那适用 没有要求对吧 好 那么这是随机森林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讲到分类算法的什么 评估过程和调优吧 对 那这里面的参数 随机森林就有一些超参数了 超参数 我们先写着 然后你树的深度是不是啊 树的 哎 深度 然后还有什么啊 你这个 颗树 对吧 多少颗树 多少颗 颗树量 树 那还有其他的 你自己就可以去找对应的东西 去用网格搜索就行了吧 这个就不用说了啊 分类算法 的 的 评估 评估我们有一个最常使用的就准确率 对吧 一般的我们只考虑准确率就行了 对吧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精确率和召回率吧 精确率 我们只使用一个召回率 只要知道这个召回率是什么意思就行了 这个召回率 我们会引入一个叫什么呢 混淆矩正的东西吧 你把这个混淆矩正呢 理解就行了 那还有这个地方呢 他对于是每一个类别 是不是都有个准确率和召回率啊 所以每一个类别都有 每一个类别都会有 准确率召回率 好 那这是分类算法的这个评估 对吧 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模型 调参数 模型调参数呢 我们讲的两个概念 一个是交叉验证 一个是网格搜索 验证 还有网格搜索 这两个非常重要的 交叉验证呢 它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数据更加可信 对吧 为了让数据都能够 能够进行验证和训练 对吧 验证和训练 至于这个地方验证啊 我们的交叉验证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把数据要分为什么 分为交叉和验证 分为这个训练及和验证起吧 训练和验证 一般这里面呢 这两个东西啊 都是训练的意思啊 都是训练数据 都是训练数据 我们一般把它翻成这两个 能理解吧 好 那么这里面交叉验证呢 我们有个概念是什么 K啊 这个K就说你取是十则交叉验证 还是二则交叉验证 还是三则交叉验证吧 比如说你数据分为等几份吧 那这里面有个叫就K者啊 这个地方就叫K者交叉验证 这样一个概念 好 这就是交叉验证 那么接下来往个搜索啊 就是一个 就相当于是每个参数都进行运行 看一下效果吧 每个参数都会运行 看效果对吧 查看效果 选出效果好的参数 选出效果好的参数 那这里面 它有一个就是说 你的参数的组合 对吧 参数的组合 假如说你有两个参数 对吧 你一个参数两个参数 那这里面你就会有两个参数 分别三乘有多少四的组合情况吧 好 那这里面对吧 K这个交叉验证呢 也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就是网购搜索啊 查看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课程内容